国民党内的立委初选 现在攻防是非常的激烈 台北市议员徐晓星 还有现任立委费洪泰 持续交战当中 好 徐晓星已经在脸书上预告了 4月13号这一天 就会举办一场政见发表会 来表达自己参选的理念跟决心 过程到时候会全程直播 同时他也喊话费洪泰一起参加 让发表会不只是一场单人舞 好 除了能够让彼此有切磋的机会 更能够借此展现 国民党良性竞争的精神 好 但是呢 我们来看到国民党 现在心肺大战持续的延烧 徐晓星呢 原本是不断希望能够要求辩论 但是最后都遭到立委费洪泰的冷处理 没看错 心肺两人和乐融融的敬酒 不过费洪泰表情似乎有点僵 因为徐晓星自顾自的干了 让费洪泰干了个空杯 这是3月10号北溢聚餐画面 谁也没想到一个月后 心肺却占到脱铺血流 明明同场送车行程 费洪泰刻意错开媒体 就是要冷处理 因为徐晓星不断叫站辩论 甚至要自办辩论会 心肺初选没人肯退让 协调不成就是打到底 同样的状况也发生在民进党士林大同选区 经纬大战11号最后协调日 传出只找王世坚却独漏何志伟 莫非即将被劝退 这个事情对方一直逼我们的主席出来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对我的污蔑到此为止 我希望到此为止 他就是没有来协调这件事情 所以怎么会说我招他赖主席呢 博士赖清德出手协调 王世坚心意已决 更说选完这一局就准备退休 恭喜他刚刚当选市议员 退休不退休 这个是私事 这个是小我 我觉得不是真的理由 这句话就我听不懂 对那是我的私事嘛 那怎么会这是 怎么会什么小我乱的大我 奇怪 我不懂这个逻辑 王世坚执意参选 也被外界解读 背后是蔡赖政治角力 这个说法可让王世坚气炸了 王世坚是奸系一个人 王世坚就是台湾系 当天陪我去登记初选的七个议员 就有三个就不是英系啊 别人去参选 也有人陪他们去登记嘛 那怎么都不讲 那我稍微有人陪我去 那就不行 王世坚何志伟火药味越来越浓 宛如心肺大战的翻版 恐怕也要杀到建谷 记者谢耀珍 蔡品红 台北中华报道 好 民进党今天召开了中职会 除了提请公告 2024年总统提名赖清德为候选人 也提请同意 2024年区域立委提名初选相关的事宜 立委提名策略小组在昨天赶攻协调 除了原本登记参选 嘉义县第一选区的议员 黄荣丽同意退选之外 由现任的立委蔡益云来参选 好 另外原本同俄竞选 高雄市第三选区的立委刘世坊 突然是以健康的因素退选 当然立刻引发了震撼 还要来关心的是 在民进党台北社第二选区 刚刚您看到了大同士林的选区 立委初选当中 现任的立委何志伟 遭到了台北市议员王世坚挑战 好 不过外界立刻解读的是 因为呢 得罪了前国策顾问黄成国 遭到了报复 曾经在黄成国属下 担任党工的台北市议员 陈宜君支持王世坚 因此现在也有人说 他就是黄成国的小三 不过他也立刻发文澄清了 他特别强调 我知道介入大同士林选区的立委初选 让有心人士刻意找地方人士抹黑 我是黄成国的小三 但是他说 这真的是太离谱了 前台北市员罗志强 遭到民进党高雄市议员郑梦入 他指疑竞选桃园市长期间 人在桃园 但是却有服务团队的人员在高雄 有花费6000块钱的住宿记录 好 这是违反了政治献金法 不过在昨天下午 他就到了监察院自请调查 并且强调自己一切合法 而另外陪同出席的律师简荣宗 也是以同样的标准 来检举驻美代表萧美琴 他说呢 在2020年大选的前一天 明明人在花莲拜票 结果却用政治献金 15万元支付台北的餐宴 因此现在要求监察院应该一并调查 只许州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民进党的朋友 非常乔德其罗自强 一笔一笔查核 我在参选桃园市长的时候 我的竞选的支出 挑出了一个780元的参费 那再挑出一个6000元的住宿费 好像把我当成总统参选人一样的规格来检验 今天我就特别来这边 致请监察院来调查 说明我在111年桃园市长选举政治献金专户的两笔支出 一笔是参费 一笔是住宿费 是不是符合政治献金法得列为支出项目的规定 我也请教过律师 这一切都合法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自由时报的报道 在109年的1月10号 是萧美琴竞选花莲立委的团结造势大会 1月10号在万华 在万华的所谓的富裕商旅 花了多少钱 花了餐饮支出15万2000元 所以如果以同样的标准 1月10号难道萧美琴是可以分身的吗 他可以在花莲办活动 他也可以在农甲请吃饭吗 今天我也要请监察院去帮我们查一查 当初1月9号这一笔 到底是萧美琴分身呢 还是萧美琴的团队呢 那到底是吃了什么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这个你只要加上一瓢味道马上升级 它蛋白质是鸡肉 是牛肉还有虾的三倍 更是矿物质远高于鱼翅燕窝之上 赶快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带把CTI627就可以享有 折扣优惠哦